哈喽大家好 我是房车情报主持人小爱 我刚刚跑步的时候老板给我打电话 说让我现在赶紧来收一辆车 到底什么样车让我这么心急忙慌的过来 现在我就带大家去看一看吧 就是我身后的这款来自于中期已拿的一款定制版的房车 它是带有双头展机构的C型房车 采用了一个标准式的大额头设计 而且今天我穿的这么黑 真的是凸显它非常的漂亮 电光紫色的额头啊 看起来非常的不一样 平时我们行驶在路上的时候呢 更加的亮眼 前中网的这个颜色和左右两侧后视镜的颜色 都呼应了上方这个额头的颜色 使整车看起来非常的协调和美观 除了这么亮丽的外观呢 这款房车是搭载了进口一维克 new daily地盘所打造而成的 全车的长宽高呢 是5990×2320×3280 不到6米的车身长度 也满足我们平时蓝牌C本可以驾驶 全车呢是使用了空气悬挂 同时呢是采用了厚双胎的设计 车身外部呢是配置了丰富的生活设施 包括上方的带有RED灯的直昂棚 下方这里还有一个飞压码的 带有锁扣功能的上车扶手 平时呢我们锁车的时候 就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将它锁住了 乘客门的后方呢是一个外置的厨房区 我们打开上面可以看到是一个双层的储物抽屉 平时可以放一些我们的调料瓶以及柴米油盐 这里还带有一个外置的银浴花伞 平时可以洗洗蔬菜或者水果 下方是一个外置的抽辣式燃气灶 清理好的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在装棚的下方进行烹饪活动了 这里呢是带有两个水箱的注水口 因为这款房车是带有两个水箱的 一个是150升的净水箱 以及80升的防冻水箱 同时也提供了60升的灰水箱 可以满足我们平时的用水需求 在车厢尾部后方呢是一个左右贯通式的储物舱 平时我们可以把我们的大件行李放在这里 整体的空间还是非常不错的 车厢尾部除有后拓展以及备胎外 还带有倒车雷达和倒车影像 同时带有这种手动支腿 可以更加的稳固我们的车身 动力方面这款房车是搭载了3.0T的柴油发动机 匹配的是8AT变速箱 最大功率是132线瓦 最大扭矩是430牛米 因为采用了进口一颗牛呆里底板打造而成 所以整车呢是带有R2级别的辅助驾驶功能 包括自适用巡航 抖坡缓降 车道偏离预警 以及车道保持等 可以提升我们整车在行驶过程中的一个安全系数 同时也方便我们驾驶员后期操控 全车是带有多功能的方向盘 以及中控彩色显示大屏 主副驾驶座椅是采用了空气减震式的设计 可以提升我们驾乘的一个体验感 因为整辆车是带有双拓展机构的 所以进入车厢内部可以感觉到 这整体的空间还是非常的宽敞和明亮的 带有这种大范围的气氛灯 可以提升这整车的一个明亮度 我们现在这里是一个私人的对卡座的会客区 叫大尺寸的升降餐桌 上方呢是匹配了三个储物吊柜 可以放一些我们平时的零食饮料 拿取的时候也比较方便 无论我们平时是坐在这里就餐 会客还是临时的工作都可以满足的 这个私人对卡座呢晚上还可以变成一张 一米八成一米的单人沙发床 可以睡一个成年人或者是两个小朋友 沙发的后侧呢是带有一台 上下双开门142升的冰箱 既可以单独的冷冻也可以单独的冷藏 位于后拓展舱内的双人尾床 它的尺寸呢最长是两米一 最宽处是一米四 也可以容纳两个成年人在这里睡觉休息使用 同时上方是带有储物吊柜 可以放一些我们平时换洗的轻薄衣物 整体的空间还是不错的 这里是配备了一面全身镜 非常适合我们平时女性在这里化妆 或者是春衣打扮 这个位置的面积呢还是非常不错的 配备了非常丰富的洗漱设施 包括洗手台 和式马桶 以及淋浴花洒 以及我们可以放置一些我们平时的这个 洗发水的置物架 也可以满足我们平时出行的洗漱需求 厨房操作台呢是使用了一个小L型的设计 带有电磁炉 以及带盖的不锈钢洗菜盆 平时我们可以在这里做饭炒菜 上方还配备了抽烟机 可以减少油烟对车内的影响 同时这里还隐藏了一台微波炉 我们平时可以热菜热饭 下方呢是带有储物空间 以及在侧方呢是带有一台 三公斤的洗红衣机 可以平时我们洗一些我们的衣服 在前方驾驶室上方的大额头区域内呢 是提供了一张1米3乘2米的双额头床 平时也可以容纳两个成年使用 上方呢是三面环窗 可以带来非常良好的通透性 上方体床板可以看到 下方带有一台32寸的液晶电视 平时也可以为我们提供娱乐需求 在这个非常隐蔽的区域 还带有两个储物柜 平时我们可以放一些 我们比较私密的东西在这里 也难免被别人发现 电路方面 这款房车是搭载了一台3000瓦的逆变器 提供12伏1200安时的锂电池 同时顶部还带有600瓦的弹能电池板 现在这款房车的报价是128万元 不知道这样一款进口底盘的房车 您觉得价格如何呢 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房车资讯和房车视频 请关注房车情报 下期再见